今天2021年11月21日星期天上午10点 预报今天天气晴朗 下午有雨 加拿大辽宁协会辽宁商会 组织一次初冬徒步游 时间未到 老乡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艺术团长Laura检查播音设备 刚来的抓紧报道 并且领取洗手设备 报完到抓紧时间 找朋友聊起了大天 人员到齐以后 在导游的领导下 徒步旅行开始 室外温度7度左右 又是一个大晴天 就是一个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会长李栋和副会长王兆林 将热气腾腾的 Tim Houghton's咖啡和点心 拉向下一个集合点 尽管是初冬季节 景色还是相当的迷人 湖面还没有结冰 我们的队伍穿过景色优美的小桥 桥下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 展示着这一个优美的环境 湖上的小亭子 就是我们下一个停留地点 迎着明亮的朝阳来一个集体合照 为圣诞联欢会做准备 艺术团长Laura领导大家唱起了长江之歌 这支耳熟能详的歌曲 是不是充满了东北味 怎么听都是这个味 就是一个东北味 排练的第二个歌曲是幸福拍手歌 大家看看 无论是跺脚还是拍手 基本到位 下一个环节是 趁热喝咖啡吃点心 Tim Houghton's的紫咖啡壶 确实保温性能不错 有半个多小时还是热气腾腾 今天风和日丽 在外边喝咖啡 别有一番情趣 吃饱喝好 开始下一段徒步行 此次活动的摄影师 辽宁协会理事高先生 跑前跑后 健步如飞 辛苦了 走到愚人村的Main Street 这里还保留着 加拿大一百年前的风貌 街边的咖啡店很是火热 需要在外面等待一会儿才能进入 广州和杭州的美女也加入了我们的徒步行 看样辽宁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大连理工大学的理动会长和东北大学的校友们合应 沈阳老乡聊香情 室外窄口罩留念问题不大 即将到停车场了 我们下次再见